2月18日在海宁某菜场卖鱼的叶女士突然发现 自己摊位上多了个破旧的袋子 私下问问没人回应 打开一看吃了一惊 里面是三万多元现金 叶女士是下午三点左右发现这个袋子的 面对一叠叠的百元大钞 叶女士心想施主一定很着急 便急忙将袋子交到菜场办公室 工作人员当即联系了辖区派出所 很快民警赶到了菜场 经过清点一共是三万零六百三十元 没过多久派出所就接到了施主打来的求助电话 经过比对民警确认这些钱就是这位施主的 为了让施主尽快拿回钱 民警当即开车给他送了过去 我怎么给你吃呢 你谢谢 我怎么给你吃呢 我怎么给你吃呢 我拿去呢 我怎么给你吃呢 你去区六百五 mob 然后弄这个区 visitor 我拿来给你区 那就要吸你了 我拿去区 那这边 两位 三位 民警找到施主张先生的时候 他正在银行找钱 看到民警把丢失的现金 一分不少拿了回来 张先生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他说自己平时一个人居住 这笔钱是自己的养老金 这次是因为银行定期到了 他便一次性取了出来 用布袋绑在了手臂上 随后便去菜场买菜 谁知竟不知不觉丢了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